想到我们疫情 刚刚讲到疫情 疫情我们节肌 用的时间不会太多 主要是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的疫情呈现井喷式的发展 这基本上是与年初我们预测新冠肺炎的走向是一致的 当时老师在年中的时候 也就是4、5月的时候 甚至在6月的时候都已经不断的说过 真正会让疫情起来的时间点 起始的时间是在9月13日开始 世界上原本稳定的疫情就会在那一天开始扩展 到了11月跟12月的时候 将会呈现一个思绪的大混乱 会呈现一个极大的感染的状态 以及变种的可能 这些话现场的朋友 很多都是跟老师很久很久的老铁粉丝 所以说老师敢说这个话就不怕说我在吹牛 对不对 大家都应该听过老师讲的一样的话前 即便是现在仍旧是我们的预测范围之内 所以说现在人家说现在很可怕 大感染或是私人片野 其实对老师来讲 这个是我们在4月5月6月的时候就已经预测到 12月本来就是这个状况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即使如此老师还是没有印度南海火 为什么 因为海外的月亮比较圆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他真正的原文讲什么 所以说很多频道就把很多一些别人讲的话 全部给他塞在什么印度南海身上 阿兰德也是蛮可怜的 他背了很多不该背的锅 到时候没有发生又说他不准 所以问题是人家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然后就被张冠领带过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反正会印度人的不多 所以不会有人去跟他去确认真伪 这个是额外的题外话 没有意思的 而现在的媒体不断的强调 英国的变种病毒有多可怕 但是实际上老师我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 病毒他已经变种20几次了 你知道吗 他不是第一次变种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变种 他已经变种了20几次了 英国不是第一个变种 美国非洲中国都有出现各自的变种病毒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不用太紧张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只要他还是属于冠状病毒基礼 他的核心还是冠状病毒 那么他就不是全新的病毒 所以说现在的疫苗是基本上都是会有效的 只是他可能需要加强或是一些小小的微调 但是基本上疫苗都是会有效的 这个是老师自己讲的 你一个算命的跟我讲疫苗有效 谁能够信 当然不是老师讲 这是世界的病理学家病毒学家 包含了美国良心的佛琦 他也这么讲 目前都是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表示疫苗会因为变种病毒 然后失效 因为他基本上他的表面变核心没有变 所以说基本上疫苗怎么样去针对他的RNA的变化 都是可以做防御的 所以说你在你的国家 在你的区域能够打疫苗的 不要怀疑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你都给他打下去 对不对 有人跟老师讲 他所在的区域进口两种疫苗 一个是中国的 一个是英国的 老师就简单告诉你 左边右边各打一剂 对不对 不这都有了吗 当然是不行的 然后选一个打 好不好 选一个打 选一个你喜欢的打 如果你没得选 就打那唯一有的 就算你在俄罗斯 也请去打你的舍姆托尼的疫苗 那个是最好的东西 好吗 所以说我们举个例来说明一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病毒他就像什么 病毒像我们简单一点讲 像流感 流感每年都有 对不对 其实流感它的变种几率是蛮高的 流感它的每年都会变得不一样 从过去的流感到现在流感 基本上它的变异已经很多次了 已经数不可胜数了 几乎年年都有可能会变 但是基本上流感疫苗 比如说台湾打了科流感 大部分都还是有效的 当然有少部分人他可能会有些排斥 或是晕倒或是怎么样的 那个悲剧只是会产生 因为一个疫苗不可能全部人 完全用的完全没事 但极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 因为这个疫苗 把流感疫苗 你是可以防御住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的 因为他的病毒的核心 他没有改变 所以说就像人 人类你在怎么变 你是混到了美国人 混到了非洲人 混到了印尼人 混到了北极人 艾斯基摩人 只要你没有混到企鹅跟北极熊 只要你还是个人 基本上人类有了病毒 你就会被感染到 这样的意思各位懂不懂 人类你不会感染什么 猪流感 对不对 你也不会感染到狂牛症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那是牛的疾病 那个是猪的疾病 物种不一样 你就不会感染 那么病毒也是一样 他还是病种的 还是病毒基准的时候 这个疫苗对他就是有效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说不用太去害怕 是说变种病毒 就会要我们的命 会要我们的命 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而冠状病毒在实际上来说 他从武汉确认病毒种类开始 基本上这个病毒 每一个月都会变种两次 无论在世界隔离都会 会变种两次 很像初一十五 对不对 初一十五变一下 所以他就会变一次 所以英国变种病毒 他不会第一次 也不会最后一次 而为什么英国病毒爆出来 当然首先是因为 这次英国病毒 他的变化幅度比较大 变成过去的 比新冠病毒更增加了70%的感染率 而这70% 他的特色是 过去年轻人 比较能够防御的这些新冠病毒的能力 已经失去了这样子的保护力 然后对年轻人来讲 他也是可以广泛的传染的 所以说生命自行会找出路 当我们认为年轻人可以抵御的时候 我们想做群聚感染 结果破功了 为什么 因为病毒他要繁衍 他就必须适应环境 所以他在我们的年轻人身上适应的环境 而不是只在老年人身上适应环境 在老年人身上的适应环境 他们很快就完蛋了 因为老人家死得快 年轻人慢慢适应之后 他又被感染 而死亡率有没有因此变比较高 到目前为止 因为你母数增加 死亡数会比较高 但是这以短时间来看 他并没有是说造成更大的一个致死率 这个是一个 现在老师看数据 我们等一下讲数据就可以知道了 而确诊率提高70% 传染率高70% 这个严不严重 还蛮严重的 老师讲一个用个层面例子来说 增加70%的传染力 就是等于用70%的负利去计算 染疫的速度 这么说好了 台湾有玩股票知道 台湾的股票市场 他上下是有限制的 不会像欧美国家 你往上涨 涨到飞天高都没问题 跌到你不知道你爸是谁也没问题 没有 台湾的上下涨停板跟跌停板 它是7% 对7% 假设你买一只股票 你每一天拉涨停板 就是增加7%的涨幅 你连续15天 你就已经翻了一倍 你知道吗 就翻了一倍 这负利的能力就这么厉害 而如果变成7%都这么可以翻一倍 那么70% 可以翻多少倍 当然至少就是10倍 所以是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 它的传染力很强 但是致死率有没有真的提高 现在还没有一个依据 但是老师相信 你因为你传染性高 致死率的人 当然就会高 因为母数变大了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数字是基于大家都不防疫 就是我不戴口罩 而且我们很积极的相互传染之下 才会有这可怕的数据 所以说他不是一定是10倍的传染力 这是我们完全都不防疫状况之下 而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理论上的数据 很可怕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看实际的数据 按照现在联合国公开的资料 美国目前的染疫数字 从单日的颈喷道 单日确诊人数28万人 到现在降为22万5千人 单日的死亡人数 从顶端的每一天上升了3200人 到现在降低了只有1600人 当然对美国而言 这个数字还是在未来数周内 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起伏波动 为什么 这当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因为总统都说了 新冠病毒跟感冒没有什么两样 对不对 戴口罩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州的州长也呼吁 强制百姓戴口罩 是违反美国宪法赋予的人权与自由 那么我们也只能祝福 这些信以为真的美国朋友 真的是一路好走好好保重自己 希望上帝能够安排他们下一次投胎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真正爱百姓的总统 跟他们的领导者 这个地方可能会让他们比较好一点 而在变种病毒所在的英国 从高峰的单日 单日还有39000人 到现在已经下降到了35000人 不要看这只有3000人 其实34000人 其实下降少几千人就少很多了 并莫人数从12月的高峰 担任722人到现在 老师刚刚看到最新的资料 是476人 还是有下降的趋势 是蛮多的 而其他的国家 包含了印度、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家 在疫情上 基本上都是处于下降的趋势 所以基本上并不是像网路上流传的 世界都进入了更大的流行范围之内 而是很多地区只要进行了妥善的防疫 例如什么澳洲 澳洲虽然被中国制裁的很惨 但是他们单日染疫的最高峰 就是这两天达到了多高的境界 达到了20人 为什么说他是高峰 因为他们最低只有1人的染疫状况 单日染疫状况之下 所以是说你只要对面的政策是妥当的 百姓的教育是很好 而且有配合政府的防疫的 基本上病疫情这个状况 在白人国家里面 澳洲是控制是相对好的 我们必须要给澳洲去鼓鼓掌 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妥善的做好的对内的防疫措施 他们封城也封了很久了 说实在的 但是亚洲日本就是另外一回事 单日确诊人数的确来到了疫情以来的新高 达到了将近3900人的确诊 这个数字有点让亚洲或是身处在日本的朋友 有点怎么样风声鹤唳 老师有很多日本的贵客 每天都很担心老师怎么办 有危机四伏出去好像被感染的感觉 但实际上也是基于现在的日本政府 对疫情的几乎可以说是不作为的状况之下 所导致的状况 而未来会不会继续恶化 这个几率还是会有的 如同日本政府对英国的变种病毒 来开始进行国境的封锁 这个封锁是蛮有意思的 其他的国家是你完全封锁的 我谁来我都不放 加里斯英国的完全不放 而日本的防疫措施是蛮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他意思是什么 我们现在12月28号 我们开始进行封锁国境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签证的 欢迎光临 日本欢迎你 如果你没有签证的 对不起你进不来 但是实际上你没有签证 你本来就进不来 他只能说的是什么 你要申请新签证的 或是你还没有其实申请签证的 你都不会取得签证 但是你有签证的 无论你是在商务的 或是你是日籍的 或是你在日本有拘留权的 欢迎光临 日本欢迎你 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有做也等于是没有做 都有一点日本的官僚的形式主义的存在 所以对国内的疫情 他们应该是有审慎的去评估 他们虽然现在单日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的确诊人数 但是以全国的国民的母数来看 几乎只有0.1%的什么燃溢率 所以日本政府当然还是老神在在 随意而安的一种什么浪漫的模式 而换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伟大的中华民国 因为日本爸爸的态度的政策是这样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忤逆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英国入境的航班 也只是减半 还是欢迎光临 我们伟大的政府 其实也不是只有看日本的脸色 也不是看美国脸色 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对于中国政府的敬意 也是只如滔滔江水 延绵不绝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政府不但开放萊豬 来伤害我们国人的健康 还开放日本的变种病毒 来给我们国人体会瘟疫的感觉 这样我们再也不能 去嘲笑我们对岸的同胞什么 你们都是喝地沟油 吃毒奶粉长大了 因为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 而且我们也政府也开始关闭 对他不利的一个电视台媒体 以后我们也不能嘲笑中国内地 什么都是以党的意志来当做意志 对不对 现在我们也是 是不是都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说我们的政府 现在为了缩小两岸之间的差异化 也是煞费苦心 表面上向着美国 向着日本 其实骨子里好像跟中国越靠越近了 亲中卖台 太可恶 反分裂法 赶快寄出来 对不对 虽然各位都误会我们政府了 他为了两岸和平 都已经费了很多的心力 两岸都有同样的精力 对不对 在开玩笑的 不要插我水 水飞已经搅了 在南韩部分 也处于相对高风险的时候 主要还是在于特定的宗教 以及一些比较年老的一个百姓之间 还是会有极少量的民众 他们不愿意戴上口罩 并且进行大规模的群聚 所以说基本上南韩要处于扩散的机会 是有但是程度上会受到一定的控制 为什么 因为毕竟南韩政府对于疫情 他也不会给你考虑什么自由跟人权 你只要妨碍到社会的运转 你就是罪人 你什么也不用讲 所以控管程度也是比较妥当的 而新加坡目前也相对的稳定 毕竟新加坡的重罚制度 他从来没有手软过 而马来西亚 他比较特别 什么事情都挡不住马来人的自由奔放 以及慢慢来的动作 所以近来的染疫数字是稍微飙高了一点 但是基本上马来西亚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的居住的区域跟它的都市化 并没有这么高 每个区域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群聚的效应 它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状况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扩散的速度也会比较慢 相信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所以说它也不会奔放到 马来西亚会不会有一天单日确认破万 这个几率在马来西亚朋友你可以放心 这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这微乎其微的 而讲了这么多 老师还是一句话 新冠疫情终究会在2021年的3月中以后 也就是3月15号以后 趋于淡化下来 6月以后 世界大致上都可以控制住疫情的奔放 恢复很大一部分的社会运行 9月之后 9月之后 几乎都与2019年的社会运作 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分别 至少可以恢复的七七八八 七成到八成之间 当然有些地方快 有些地方慢 影响快慢的原因 不是因为病毒对某个地方的人特别仁慈 而是部分地区的人类 他们的傲慢以及愚蠢 对病毒的防御 都不去去处理 其实防御病毒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口罩跟网络 你就可以玩几个大半了 对不对 戴上口罩什么事从网络上完成 你就可以减少了很大染疫风险 不是吗 大家都知道事情 但是又谁愿意真的好好去做 如果真的做到这些事情 我们也不用恐惧说 这个是瘟疫对我们来说 会不会有毁灭性的灾害 只有当我们在户外摘下口罩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自己 怎么样 献祭给病毒当做新年和理 各位你说 好不好 来